为了把时代和丸腾翔赶出学校 库罗诺斯也是煞费苦心 先是花费重金找了黑暗赏金猎人泰坦 失败后 又找来了曾经跟五层游戏决斗过的迷宫兄弟 来跟时代和丸腾翔进行组队决斗 这两位高手不愧是纵横决斗界大神级别的人物 他们身经百战 配合默契 几个回合下来 就把时代他们打得只是下1700的戏了 而迷宫兄弟还有7000点戏 现在迷宫兄弟公有门之守护者 手有防御臂 简直是无邪可击 坐在场外观战的中国人都为时代捏了一把汗 其实组队决斗并不是只看个人能力 更重要的是队伍中成员的配合 时代和丸腾翔是临时组队的 他们的卡组性质差得太多 又几乎没一起战斗过 让他们对战常年组队作战的迷宫兄弟 本身就很不公平 现在看着时代他们陷入困境 三则明日香和前天损人都十分着急 不过也有人高兴得不得了 比如万丈木和库罗诺斯 他们自己打不过时代 看到其他人将时代打败 也是十分开心 库罗诺斯甚至还忍不住笑出了声 觉得时代和丸腾翔输定了 不过校长却并不着急 他表示决斗还没有结束 一切都尚未可知 尤其是决斗者本人还没有放弃呢 库罗诺斯于是看向擂台上 果然 时代的眼神十分坚定且充满斗志 在时代的意识里 只要卡组里还有卡牌 只要生命值没有归零 决斗者就不应该丧失斗志 可是与他相比 丸腾翔就看起来非常不安了 他一脸的犹豫和迟疑 看上去已经无心战斗 时代见此鼓励丸腾翔 战斗还没有结束 不应该侧眼放弃 更何况你的卡组里 还拥有能够打败 门之守护者的卡牌呢 这时时代已经开始抽牌了 他召唤了元素英雄电光侠 再给电光侠装备了 手牌中的电光枪 他用这张卡的特殊效果 将门之守护者改变为守备表示 可门之守护者的守备里有3400呢 人们都不理解 为何时代会如此操作 难道他能有什么办法 打败门之守护者吗 时代什么都没说 只是盖了一张反转卡后 回合结束 轮到迷宫弟弟回合 他这次竟也只是盖了张反转卡 现在就看顽腾翔的表现了 顽腾翔对自己没自信 他不明白时代当初 为何要选自己当搭档 自己就是一个拖油瓶 时代说顽腾翔热爱战斗 这一点跟自己非常相像 既然都是享受决斗乐趣的人 就更应该留在学校里学习 顽腾翔记得这话 突然想起来 自己在学校的一幕幕 在学校里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决斗 一起冒险 有时代大哥和前天损人 这样好的朋友 自己怎么能现在就放弃赞同呢 重燃斗志的顽腾翔 眼神终于变得坚定了起来 轮到他的回合 顽腾翔满怀信念抽卡后 立即召唤钻头机人攻击表示 这张卡在攻击手背表示的怪兽时 能直接破坏这只怪兽 钻头机人随即向门之守护者冲去 不过迷宫哥哥赶紧用出防御壁阻拦 防御壁虽然碎裂了 但是顽腾翔和时代组合也调写500点 然而现在门之守护者还在 迷宫兄弟还有足够的筹码 两人因此放言门之守护者是不败的 下一回合就是他们的死期了 可是时代才不相信会有不败的怪兽 而顽腾翔也早就知道 自己之前的攻击会打在防御壁上 他的底牌还没有出呢 他随即相当自信地 从手牌里发动魔法卡顿碎 这张卡的效果 将场上一张守备表示的怪兽破坏 所以这次他要破坏的 就是守备表示的门之守护者 原来这才是时代将门之守护者 变成守备表示的目的 强大的门之守护者居然就这样碎裂了 台下的观众一阵惊呼 库罗诺斯不敢相信 大德四则摸着自己的猫 饶有深意地表示 原来顽腾也挺能干的呀 这样下去可就不妙了 所以这大德四老师明显没表面看上去的这么简单呀 另外 他为什么叫自己的猫法老王呢 迷宫兄弟也很诧异 迷宫兄弟显然没想到时代还有这一招 不过他们逃过一局 也逃不过下一局 因为暗之守护者是无法在战斗中被破坏的 在决斗场上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轮到时代的回合 他发动魔法卡强域之湖出了两张卡 随后发动场地魔法融合之门 只要这场地魔法在 他可以不依靠融合卡牌 也能融合怪兽 于是时代召唤羽翼侠和水炮侠电光侠融合 召唤出攻击力2800的元素英雄暴风侠 可这怪兽的攻击力 跟暗之守护者还有一千点差距 而且暗之守护者也不会在战斗中被破坏 迷宫兄弟都很好奇 时代打算如何做 时代随即就做给他们看 他发动场地魔法摩天楼 当元素英雄怪兽攻击力低于攻击对象时 攻击力就提升1000点 所以现在暴风侠的攻击力也是3800了 时代让暴风侠攻向暗之守护者 因为暴风侠和暗之守护者势均力敌 一时双方僵持不下 时代趁此机会发动暴风侠的特殊能力 将场上一张卡片送入墓地 这样暴风侠就不会在战斗中被破坏了 暴风侠攻击结束 双方都是毫发无伤 也不知道这样战斗是为了什么 轮到迷宫弟弟回合 他发动陷阱卡单打独斗 强制双方玩家攻击力最高的怪兽进行战斗 迷宫弟弟让暗之守护者攻击暴风侠 为了保住暴风侠 时代立即将摩天楼送往墓地 但也因此让暴风侠攻击力又变成2800 时代和顽腾翔于是掉血1000点 能坚持到这一步 就连迷宫兄弟都很佩服时代二人 然而大局已定 就算他们再坚强也没用 时代没有放弃 他充满鼓励地看下顽腾翔 现在轮到顽腾翔回合了 成败再次一举 顽腾翔读懂了时代的前台词 知道此时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有可能决定自己和时代的命运 顽腾翔抬头看到了哥哥 就在不远处看着他 想起自己不久前跟哥哥说的 自己也想报考决斗学院的事情 当时哥哥没有阻止 也没有给他什么鼓励 只是说 决斗者这条路需要自己走下去 别人谁也无法帮你 现在顽腾翔真的感受到了哥哥说的话 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心意 自己想跟哥哥一样 成为一名决斗者 也真的想帮助时代 顽腾翔开始抽卡 果然有如神柱 抽到了自己需要的那张卡牌 于是只见顽腾翔将钻头击人陷阱 召唤出飞碟击人 接着从手牌中发动 刚刚抽到的魔法卡 力量结合 这本来是哥哥封印的一张卡片 但现在顽腾翔明白了 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他绝对解除这张卡片的封印了 他将飞碟击人与暴风霞融合 召唤出攻击力4000点的飞碟击人战士 然后顽腾翔发动力量结合 将飞碟击人战士的攻击力 变成了恐怖的8000点 他让飞碟击人战士攻击暗制守护者 就算无法将其击碎 可依然能给玩家造成贯穿伤 于是迷宫兄弟在这气势雄魂的一击之后 直接血量归零 这样一来 时代和顽腾翔就赢得了这次决斗的胜利 让众人都惊呆了 现在两人成功留在了学院里 校长对他们表现十分满意 他说虽然撤销了时代和顽腾翔的退学处分 但是毕竟他们违反了校规 所以他们必须提交30页关于决斗策略的报告 时代泪流满面 看来今天又要是一个不免业了 而顽腾翔看着不远处的哥哥 他知道自己与哥哥的差距还很大 但自己一定会努力追上呢 顽腾翔希望早日能跟哥哥一脚高下 这天是红院和黄院的学生棒球对战的日子 刚好黄院投手是三泽 而红院打者是时代 学霸三泽早就计算出来 如何投球才能更好地对付时代 时代不信邪 然后三泽就给他好好上了一课 被三阵出局的时代十分不服气 等轮到他当投手的时候 他接连用四块球送走了黄院的三个人 红院的大家都十分不解 时代的技术不应该这么烂呀 结果时代说 自己故意送走黄院的前三棒 这样就能等到第四棒三泽开始上场打击呀 他就想看看到底是三泽的攻势棒球厉害 还是他的随性棒球厉害 库洛诺斯现在心情很差 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体育场 急于找一个人代替万丈木 跟时代作对 没想到一个棒球飞过来 正中库洛诺斯的眼睛 库洛诺斯爬起来才发现 好像又是时代搞的鬼 他气得牙痒痒 自己要怎样再找个油头将时代退学呢 这时三泽跑了过来 表示这球是他打的 惩罚也应该有他一分 库洛诺斯对这个黄炎的高材生十分宽容 他看着三泽突发奇想 或者可以提拔一下三泽 让他接替万丈木的位置 于是他告诉三泽 刚才的棒球他不会追究 但是三泽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 至于什么条件 就只有库洛诺斯和三泽知道了 所以他是要三泽对战时代嘛 于是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万丈木照例坐在自己的专座上 可是兰院的其他学生去告诉他 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座位了 他的座位被库洛诺斯换到了角落里 万丈木十分震争地学问库洛诺斯 为什么要给自己换座位 结果库洛诺斯表示不光换座位了 你明天还要跟三泽决斗 如果输了就要被降级到黄院去 而三泽则接替你的位置升到兰院 所有同学因此哄堂大笑 万丈木觉得十分耻辱 转身就跑 下课后 三泽邀请时代和万特祥来到黄院他的宿舍 他平时学习的时候 在宿舍墙上写了很多的公式 现在可能要换宿舍了 自然要将墙上的公式都擦洗干净 于是时代和万特祥十分开心地帮他收拾 几个孩子一边玩一边刷翔 好不容易干完活 三泽请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时代这次问三泽 库洛诺斯老师说的那个惩罚是什么 三泽一直不肯说 这天晚上 万丈木在跟自己的两个哥哥聊天 没想到 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政界高官 一个是金融精英 这两个哥哥对弟弟的要求很高 弟弟喜欢决斗 那就必须称霸决斗界 成为真正的决斗王者才行 万丈木根本不敢跟哥哥说 自己有可能被降级的事情 他心情沉重地往外看风景 却发现三泽就跟着时代 一起去了红院宿舍 万丈木灵机一动 记上心头 原来三泽的宿舍刚被粉刷一心 今晚自然是无法助人了 于是他就跟着时代和顽腾翔 一起回到了他们的宿舍凑合一宿 而第二天一大早 超市的灯女小姐就来敲响了时代的大门 说河里出现了很多被扔掉的卡牌 时代和三泽的人赶紧冲向河边 才发现那河里的卡牌竟然都是三泽的 三泽十分懊悔 昨天收拾房间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卡组放到了走廊的书桌里 这肯定是谁故意把自己卡扔掉的 三个人就这样到了决斗场 库洛诺斯和万丈木已经等在那里了 时代怀疑那些卡片就是万丈木扔的 万丈木死不承认 没想到这时候明日香和万腾亮出现 明日香还说 自己亲眼看到万丈木将一堆卡片扔到了河里 然而万丈木还是一口咬定 他扔的就是自己的卡 还让库洛诺斯赶紧宣布决斗开始 三泽终于开口了 他说自己可以参加决斗 其实之前万丈木丢掉的卡组 都是他用来调整拼凑用的 他常用的卡一直是贴身鞋带 说吧 他解开衣服扣子 傲然露出了身上装备的六套卡组 分别代表风水火地暗和光 三泽选择了一套卡组后 两人当即开始决斗 万丈木抢的先手 他召唤地狱战士攻击表示 随后盖了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三泽回合 他攻击1600的青素龙 击碎了攻击了1200的地狱战士 万丈木掉下400点 不过地狱战士被击碎的瞬间 发动特殊效果 让对方玩家也承受自己同等的伤害 而这时青素龙也发动特殊效果 从卡组中特殊召唤另一只青素龙 然后三泽用这只新的青素龙 继续攻击万丈木 万丈木血量直降到2000 万丈木见此恼羞成怒 发动了陷阱卡 活死人的呼声 用这张卡从自己墓地特殊召唤出地狱战士 然后万丈木发动魔法卡 地狱的暴走召唤 从各自的卡组手牌和墓地中 召唤出双方场上的同名怪兽攻击表示 现在场上就有了三只地狱战士 和三头青素龙 接着万丈木发动装备魔法 地狱联盟 只要有装备该卡的同名怪兽存在 每一只就能增加800攻击力 所以现在一只地狱战士 攻击力直接提升到了3600 他一拳将一只青素龙击碎 三则血量直接降到了1600 轮到三则的回合 他以攻击表示召唤出养素龙 让养素龙攻击万丈木没装备的地狱战士 地狱战士被破坏 万丈木虽然掉血600点 可是地狱战士的特殊能力 会让三则也受到相同的伤害 但三则还是让青素龙攻击另一只地狱战士 现在万丈木的血量是1000点 而三则就只有600点血了 所有人因此都不明白 三则为何要这么做 还是时代和顽腾亮看明白了 因为三则不断摧毁地狱战士 就会从原本的3600降到了2000 这样一来 三则损失的血量就有了价值 三则扣了一张卡后回合结束 轮到万丈木的回合 他陷进了地狱战士和所有手牌 召唤攻击力2800的地狱魔人 冥府焚烧者 对方没有一只怪兽在场 他的攻击力就会提升200点 所以现在冥府焚烧者的攻击力有3400点 万丈木指挥冥府焚烧者攻击三则 而三则立即发动陷阱卡 非结晶杖毙 只要自己场上有三只鸡以上的怪兽 就能将对手攻击无效化 于是这一回合 万丈木的攻击是彻底失效了 三则不打算再让万丈木有下一个回合 他发动魔法卡 化学组合H2O 将两只青素龙和一只氧素龙合二为一 召唤出攻击力2800的水龙 而冥府焚烧者的攻击力 由于三则场上的怪兽减少只有3000了 水龙又发动特殊效果 只要水龙在场 那火属性的怪兽的攻击力就为0 也因此水龙直接攻击 将万丈木的血量清零 万丈木十分不服气 认为三则只是侥幸偶然 才选了水元素卡组克制了自己 可三则却说 在战斗开始之前 万丈木说过 要让憎恨的火燃烧自己 他就猜出万丈木应该用的是火属性的牌 所以才故意用水属性的牌 与之决斗的 三则认为万丈木不珍惜卡牌 是不合格的决斗者 对此万丈木也是无话可说 库罗诺斯这时邀请三则加入蓝月 没想到三则拒绝了 他说自己要以学年第一的成绩 要在打败时代以后 才堂堂正正的深入来源 三则随即还告诉时代 他这六个卡组 就是为了测试 如何战胜时代的元素英雄卡组而组建的 等他研究出专门克制时代的第七个卡组 就会与时代正式决斗 对此时代真的十分期待 希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 我是黑白 下期见